音樂 你看 這個是活跳跳的 昨天剛撈起來的 Yes 你看這條魚滿一把 這個大概2kg 用心養殖的七星鱸魚 That's right OK 那我今天來介紹不一樣的 因為我跟你講 七星鱸魚好像屬於白肉魚 然後它比較mout favor 比較淡 比較不會有魚的味道很重 所以很適合一道泰式寮國的一個Soup Dongyang Dongyang Soup OK 好 那我們先來處理這條魚 OK 這條魚分解了以後我們來分一下 這個 Dongyang Soup 可以用頭 當然你要看幾個人 OK 骨頭熬湯的部分 然後那個 用那個乾的 用那個魚肚 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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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下巴 下巴 OK 然後湯要吃的肉呢 頭沒有什麼肉對不對 因為頭是吃膠質 那我們就是要輪切這個 好 美麗 這樣一圈一圈 然後因為它需要 它比魚片 一片一片的魚還慢熟 剛好吸那個Dongyang的一個味道 酸辣 酸辣 OK 那今天Dongyang我們多加了那個 魚漿去做 去塞在 stuff在那個羊角 羊角椒 好像用刀 很甜的 對 我覺得魚漿做成魚丸 放在Dongyang裡面吃得不錯 對 所以我們剛好就是 先把這個魚漿弄下來 因為 等一下當你剁一剁 加一點鹽巴 你的魚漿會比較smooth 那我們現在就是 魚漿要怎麼好吃 其實很簡單 那你這個新鮮的肉對不對 你把它剁一剁 可是你放一點 這個下一點海鹽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胡椒 那我們把它剁一剁 這個鱸魚 因為我發現它的魚肉很實在 很結實 所以我們剛才有加 50cc的冰水去裡面打 所以你看它比較smooth 然後也比較軟 不會說硬硬的 不會像吃貢丸這樣 OK 你看這是什麼 羊角椒 OK 那這個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我們可以切直的 OK 尾巴比較瘦 這個我可以長一點 然後這個呢 就這樣一段一段 OK 好 那我們就這樣來塞 這也可以塞 來 就直接這樣塞 塞一點點 好 給你塞 它凸出來沒關係的 現在重點 什麼重點 重頭戲 我們這個 寮泰的那個 最出名的一個 一道菜是 TOMYAM SOUP OK 它不能少了三位 第一位就是麻風乾液 再來就是藍漿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很出名的檸檬香茅 OK 剛好我今天我們常常冰箱有一種醬 就是咖哩醬 你把這個中間這個VIN拿掉 然後你把它撕一撕 揉一揉 它的味道很容易出來 OK 好 然後我們就加辣椒醬 你看 你攪一攪有沒有 這個乾辣椒 Very beautiful 那再來呢 通常有辣一定要有甜分吧 OK 所以呢 泰國很喜歡用的一個棕櫚糖 PALM SUGAR 那如果買不到 就用台灣的黑糖會比較好 就直接放下去了 對 那泰式料理的這個鹹是用什麼呢 魚露 好 那我加一大匙先 那你知道東漾 那個漾其實意思是酸辣 酸 酸 酸辣 來 酸是Tamarin 就是羅旺果 對 我們要它的這個肉 然後你加水 那它這樣已經是挺挺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抓一抓 它的酸度才會出來 OK 那我們把它過濾一下 In case它的汁 OK 好迷人的味道 對 這個醬就是煮到它很Creamy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食材 有些時候你買的時候 這個Lime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酸什麼 所以其實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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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我們這個已經是一塊一塊切好 輪切的有沒有 OK 這樣子的話有骨頭的甜分 那有些人要快煮 OK 那你可以讓這個魚肉 有一點Butterfly cut Butterfly cut 是一刀斷一刀不斷 對 對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今天重點 在這個Soup裡面 就是很多這個香料 所以我們先來烤一下會更香 OK 那我們先烤這個Galic洗好 把外面剝乾淨有沒有 烤下去 倒地的東漾不會加洋蔥 那我們今天加洋蔥的原因是 因為要增加這個湯頭的一個營養的甜分 那這個就是東漾裡面不能缺少的 這個很cooling effect的這個 藍漿 藍漿 OK 好 也是下去烤 OK 那再來 也是另外一個不能缺少的 Lemongrass OK Lemongrass 最主要是這一段 最香 OK 那我們把它拍一下 那我是不要切太小 我喜歡是大塊一大塊 這樣給它烤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湯頭要更鮮美 更好喝 那我們就是來加一個雞高湯 OK 來 十杯高湯 OK 給它燉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頭我們是要吃它的膠質 千萬不要剁小小塊 OK 可是我們現在要來汆燙一下 這個大魚頭 大概需要個 時間比較長 四分鐘到五分鐘 我們就給它下去先 OK 你整個煮它吸飽這個湯頭呢 你吃這個有魚肉 眼睛也可以吃 OK 開起來 OK 滾了 來 打開 我們把這個辣椒 OK 這個不辣的 我覺得不用切片 就是整個放 對 而且小辣椒就是這樣直接下 OK 然後呢 我們現在可以加一點 麻風乾的一個香氣 你只是要把它揉一揉 然後撕破 OK 那有一個特別的一個香氣 就是 泰國也蠻愛用的 就是這個 我們所謂的香菜 可是它這個梗呢 比較更香 OK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梗拿下來 OK 讓這個梗的香氣進到你的湯頭 要蓋起來 香氣才會在裡面 OK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薑花 藍薑花是吃那個肉肉 OK 那我今天呢 就拿來加在這個湯頭裡面 給它蓋起來 那我們這個蝦呢 我今天要把這個蝦呢 是用煎的 哇 它QQ 因為這個是斑截蝦 OK 頭 等一下煎一煎也可以放到湯頭裡面 讓它吸收那個spicy 冬樣的味道 OK 好 一點點油就足夠讓你煎了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蝦子 因為我要讓它有點翹翹比較美 所以我排的時候呢 就直接這樣子了 我可以放一點香料嗎 OK 就好像用fresh up在上面 就把香料噴在上面 先烤它 OK 給它煎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 好 這個時間再一分鐘 魚塊呢 來 這種 厚的 輪切先放 輪切的先放 這個魚肉聰明的煮法 就是煮到九分熟 蓋起來呢 用一點魚的煮 你的不會香 然後 然後這個 好 那妳可以用這個 吃可以吃小的這個 撥的 用掰的 用掰的 這個掰的 杏鮑菇 它這個比較耐煮 給它進去 這個可以先煮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蝦 Yes 這樣吃就很好吃的 妳看 很漂亮 OK 我跟你講 這個魚我剛才有說過 不要煮到太熟 太熟會澀 OK 你煮到九分熟 有沒有 那等一下你關掉火 你吃得過你的魚剛好熟 OK 那我現在要快速 可以來吃嗎 金鈴菇很快 來 下 OK 這個 那你的魚片要放嗎 魚片要放的 來 這就可以放了 對 好 魚片 要攤開 對 要攤開 可是我要調一點顏色 我把這個冬煙配 OK 大概兩大匙先 如果不敢吃太辣的人 你看這個 這個醬放下去有沒有 你這樣搖搖搖有沒有 搖你的鍋 你的湯已經開始變色了 OK Lemon juice Lemon juice一定要最後加好不好 OK 三大匙 然後蝦現在可以下了 蝦 OK 下兩個 好 這邊 來 這一碗你的對不對 那我幫你加 好可怕 好可怕 可以下個好可怕 我是來又來 是大匙 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